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左边的工具栏这里找到这个透视裁剪工具 如果大家找不到它呢是因为原本它默认的是这个裁剪工具 对吧 大家只需要长按住这个裁剪工具以后 它的下拉菜单第二项就是透视裁剪 好 那我们选择这个工具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四个点给它确定一下位置啊 然后告诉PS这个什么是吧 我们需要控制的四个点是哪几个点 好 那我们确定好四个点以后呢 这个边框我们也可以再次去调节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这个边框的位置 那我们调好了以后呢 看到上面的这个属性栏最后这里有一个勾是吧 那我们点击这个勾有没有超级的屌是不是 它就给我们变成正的正对着我们的样子了 那么有关于有透视的海报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节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